选民登记系统遭未遂侵入。佐治亚对民主党展开调查。 乔报记者苏晚11月4日洛杉矶报道,佐治亚州务卿坎普办公室周日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佐治亚民主党周六晚试图侵入该州选民登记系统的行为。 据CNN报道,该州的民主党人强烈否认了这一说法,而坎普的办公室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民主党正在接受调查。 就在距离选举日还有两天的时候,选民们将在坎普和民主党人斯泰西, 艾布拉尼斯,Stacey Abrams之间进行选择,谁将出任新一任的州长。 佐治亚州务卿坎普,图园,路透社。 民主党人和畅导组织此前曾辩称,肯普监督自己也参加的一场选举,存在利益冲突。 一些人呼吁肯普辞职。 有报道表示,他的办公室调查佐治亚民主党,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虽然我们不能对正在进行的调查的细节发表评论,但我可以证实,佐治亚民主党正因可能的网络犯罪而接受调查。 新闻秘书坎迪斯布拉尼斯,在新闻稿中说,我们还可以确认,没有个人数据遭到破坏,我们的系统仍然安全。 佐治亚民主党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下流的说法是百分之百错误的,并称这次调查是肯普滥用权力的又一个例子。 肯普在选举前几天的政治作秀,再次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值得信任,也不应该监督一场他也是州长候选人的选举。 该党执行董事力被卡德哈特,Rebecca D. Hart,在一份声明中说, 肯普在选举前几天的政治作秀,再次说明了为什么他不值得信任,也不应该监督一场他也是州长候选人的选举,佐治亚民主党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州前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艾布拉姆斯·艾布拉姆斯,对CNN表示,调查是为了在大选前两天转移选民的注意力。 他迫切希望将谈话从他的失败中转移,从他拒绝履行他的承诺,到他是全国范围的选民压制制度的一部分。 肯普担任国务卿的职位一直是他竞选州长时的一个主要问题,尤其是他监督该州选举的角色。 民主党人和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内的维权组织指责他利用职务之便。 通过清洗投票名单,以及他们所称的对已经严格的法律的过渡执法,压制了少数族以投票。